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期也会挺长的 拍个片子可能有两三年 再拍下一个 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些空档 其实我一直是想琢磨着有机会 能够再做一些像监制这样的工作 去寻找一些年轻的导演 那这几年特别是我觉得机会不错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大的电影环境 市场也很好 有很多的年轻导演 都也获得一些影片的成功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可以寻找一些 就是有一些理想的 有一些抱负的 也有一些自己对电影 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些另类的 可能会被这个大的环境容易忽略的 从这个角度去寻找一些导演 所以这次我觉得通过这两个剧本吧 人是这样年轻的导演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你选导演都是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像因为这个渠道现在很多 因为那个媒体啊 还有自己的媒体 还有各种活动 有各个地方电影界都有一些创头啊 青年创头啊什么 这样可以临选出很多剧本 而且我希望呢 这样的剧本呢 是导演本人写的 这样的话呢 就能直接从剧本上了解 这个导演的想法 所以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 所以那这个像这个 这个新城这个 还有另外我们在做的那个呢 都是去年 我去那个西京电影节当评委 创托评委的时候 看到这些项目 我觉得这些项目 还有这些文本 特别让我感到这个 现在的有一些 有不少这样的年轻导演 还怀揣着对电影这种理想 梦想 还有怀揣着对这个人 对现实这种关怀 它很有温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新城这个导演 其实就挺幸福的 因为他们 有这个找投资 就相对你们那时候 可能容易很多 然后另一方面 他们就是 就是我们作为局外人 就感觉说才华方面 好像没有那么突出 那你跟这些新导演 其实过这种 你觉得就是从电影本质 或者从导演的本质来说 他们的才华 他们的想法 跟你们那时候 是有很大的不同吗 可能说其实作为导演是一样的 其实 就是从经验来说吧 就是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导演 在我们曾经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是受过前辈的提携 就比如我开始拍片的时候 像田庄上导演 也当监制 也在那个时候还没市场化 资金还很困难的情况下 也在想办法帮助 也在想办法让这些年轻人 有机会拍电影 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的 这样的提携 是一直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的话 就当然更好了 现在就是说 除了这个市场 还有很多的电影节里面 开设了为青年导演 开设的这种创头 剧本 就等于说它有更多的渠道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是没有 只能靠一些个人 友情或者对你的才华的认可 那么现在就更多了 这个是个机会 但是其实也困难也有 就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怎么去捕捉这些 有意义的电影 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就是说 我个人来说 当然从我的理念 和做电影的观念来说 我始终把眼光 还是要关注这些人 在回想着 前辈怎么提携我的时候 我再想办法去发现这些人 去帮助他们 我们还想聊聊 就是说你自己的 因为你的电影 就是客观来说 确实票房不好 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投资人都 很看重票房的事情 那就说你现在 比如说你下一个项目 之后的电影 找投资 还相对容易吗 因为从我个人来说 我总是不认为 我在寻求合作和投资上 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么多年来 也是不停地在拍自己的电影 而且每一部都 一定要坚持自己 想要做什么 是这样的 只是就是说 从我个人来说 周期会长一点 因为我拍完这个片子 以后我究竟在想拍什么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它不是个流水线 它不是个商业流水线 好几个都准备好了 拍完这个 拍那个 反正成了一个机器一样的 不是 我觉得创作是需要 你等待 然后你去发现 然后再去思考 这样一点点去 让下一个项目再成熟 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个人我觉得不在话下了 因为中国我觉得不是 不单单是大家看到表面上那些热闹 实际上底下暗流涌动 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在做 只是没有当今的这个媒体 或者没有浮现在这上面 没有被大家看到 同时大家现在这个注意力不在这上面 大家都是看看这个都是看这个数据 每天这个票房数据来认定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现在商业社会所必然的一个经过 经历 那么我想我个人我不知道这个 我没有办法 我越来越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过多的影响 外面的环境了 只有除了自己拍自己电影之外 但是呢我相信未来环境自然会转变 会思考 因为有些电影 有些作品 它真的不是靠数据来说话的 像比如说今年我们到奥斯卡发奖季 这两天的时候 那些提名影片 其实我们就没有看到 这些影片的数据是多少 全球的票房是多少 美国的票房是多少 都不提的 提的都是这些影片好不好 大家看完之后对电影的感受 而有些大片进来 反正有一天几个亿 十几个亿反正说的是这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上就说不上 所以我觉得一个良性的一个环境和社会 应该像 就像最近奥斯卡 它占据了主流话语权 等到它的过去之后 有些是票房 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环境 其实中国观众对这些电影因为都能下载看到 其实尤其这个阶段讨论的热度还挺高的 很多影迷都看 是不是就是感觉我们中国电影还是缺少这样一个批量或者这样一个阶段 有这一批电影出来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热潮 也出来也就是偶尔出来一部这样 我觉得就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已经很不错了 中国有过非常辉煌的时候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中国电影的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有过非常辉煌的时代 但如果说这样的那种情况如果能够被大家更加的珍惜 更加的认可 它还能再持续 但是我们中国人喜欢一窝蜂 当这一切转向以后呢 就会遗忘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能忘了那个时候 其实随时可能再发生的 而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中国不缺好电影 每年哪怕总有这么一两部两三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那么如果这一两部两三部再不得到珍惜 再因为它少 反而遗忘它 我觉得那就要是问问我们大家自己 不是说电影没有 相反就是有这么几部非常少 相反应该像捧着珍宝一样捧着它 别让它 对吧 因为烛光越小越需要呵护 你之前曝光的项目叫地久天长 听说是一个投资也比较大 时间挖的比较长的项目 你现在可能讲讲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地久天长是已经开始在慢慢的运作起来了 可能在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就可以开拍 所谓的大 我觉得大家不要盯着投资上 我觉得那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它的大可能在于这个影片的难度 还有它的影片的整个的体量 跨度这样 这个是比较大的 那我想这个需要很长的收备时间 那到目前为止呢 剧本已经 这个其实闯入者之后就一直在 一直在磨这个剧本了 到现在 那差不多了 现在就开始要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 大家就是记得比较 引起很大关注的事件 就是闯入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也采访过您 就是那个 当时我感觉那个事件对您的冲击还挺大的 就是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电影和包括这个电影的事件 对您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现在来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的一瞬间就有点像恋爱的 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挺好的 我对你挺好的 我怎么你怎么突然翻脸了 就好像觉得很心灰意冷的 那种感觉 哎呀怎么回事 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 我们经历过以后不就是这样吗 人家就对你了 你是不是自己要去 你还能不活了吗 所以现在只是 接着往下走 只不过这个恋人 这个就过去了 然后自己找到 将来会找到自己真正对口的 所以这个是个过程 但只是确实在那个过程中 自己那时候还比较 就是那比较意气勇士 或者比较热情 真的对中国电影有 过度的爱 过度的期待 过度的乐观 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就是市场 应该给 给好东西 或者给更多人 留出相应的空间 大家一块来繁荣这个市场 就是 就非常的幼稚和简单的想法 让自己在那个时候觉得 拍了个电影不容易 去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来说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这个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 你能做的 还是你做你该做的东西 就好了 其实两年过去的市场 好像 你要说变化的话 其实那时候好像 就所谓的这种票簿 去买票房 这些事情还没有那么炸裂 现在这种事情 几乎成为业内的一种共识 就是说 有些电影 就是说你作品是拍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正好作品 但到喧发的过程中 那就大家都是商品在竞争 很多的 就是 有投资比较大的商业片 他可以去买这个收入的票房 可以去租水 什么的 他实际上确实是对 其他的电影造成了一个冲击 包括很多院线 他现在都投资电影 比如说万达投资的电影 他给他的电影 能给80%的拍片 那假如说 从入日者当时是万达投资的 那他可能 就跟当时的结果不太一样了 你对这个未来的 不去想如果怎么样 如果我们片子跟谁投资 不跟谁投资 因为确实你说那些 签了太复杂的问题 不是一个导演所能够解决和评判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 关于市场商业 以及立法 各种各样的成熟度的问题 这个太复杂了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现象 也在写文章 也在质疑 也在呼吁 这些都是一个社会好的声音 慢慢在变化 我觉得就我来说 就不去假设是什么样 只是寻找说自己要拍的东西 他的价值在哪里 他对我来说是重要性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导演 越到后来越不应该关心那些事情 因为你的热情 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挥发的是你的热情 到一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去保护住曾经的热情 让他不要就随着这个时间就磨灭了 然后保护住自己对生活的敏锐度 对现实的敏锐度 对人的关怀和温度 这些东西 时常警醒自己保护这个 这样才是真正的好好创作的一个动力和源泉 对 其实还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你看美国的很多的导演 像伊斯特·伍特 吴迪·艾伦 他们都拍到特别大年纪了 就是每一部电影出来都不会掉链子 就是都是在那个水平线以上 中国的导演好像上了年纪的 就是要么就不拍了 要么就口碑下滑了 就厉害 你觉得这个是跟个人的坚持 和社会的状况有关吗 两者都有 我认为 你说到这个问题 我前面也跟别人聊起过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 往往是生命力比较短 国外的比较长 葛达尔去年还拍片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说 还是我刚才讲到的大环境 就是这个大的环境下 人们真正到那个地方 不是天天在谈钱 不是天天在谈投资的成功 我投一笔 我收了多少 甚至中国现在我投一笔钱 我没有500%的回报 就算失败 就越来越贪婪 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快 很容易 在国外不是 他们已经几百年了 他不是这样的 对吧 有一个投入进去 有百分之二十几的 三十几的 已经算成功 所以大家不把 你有多少钱放在 那个 那个那个名码上炫耀 所以大家就可以不谈这个 那么第二一点呢 就是像你刚才举的 想一斯特务 他们就是也是 他们并不是拿出来拍个电影 就是说告诉大家 挣了多少钱的导演 是每次都是多好 这个电影 这个嘎纳去了奥斯卡 这多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他的投资压力 还有他的这个 最后被人家证明了 证明他好和不好的 这个是标杆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 他到了七十岁拍 八十岁拍是没有问题的 相反那些只追当时票房 这个是比较短 因为你毕竟要老去 你毕竟要跟社会最新的 要脱节 年轻人会上来 你的那个年轻的票房 会比你好 那么你一旦不好 就被社会抛掉 所以这项的价值观的 一种不同 形成了这样的电影的生命力 导演的生命力 这个说起来 其实真的是 是没有办法跟 对更多人去聊 只能自己认定 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就好了 还有一个方面 就大家觉得是相对比较好的 说审查这几年 好像是相对宽松了 您自己做电影 包括兼职的新导演的作品 在这个审查的过程 你觉得是宽松了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中国总是把这个言和宽来做一个 对这个东西来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了 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这个从一开始到现在 这套体系其实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只是现在就是说 这个电影的市场繁荣了 作品的内容需要量大了 但是市场的容大又小 怎么去 这些东西在被大家关注 实际上真正的一套 我们中国的中国自身的一个电影的 行政体系没有变 那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也是别人的观点 我觉得值得探讨一下 有很多人觉得说是 其实像你们这代导演 在那个时候就是 基本就是处在地下状态 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 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又是这个票房之上的整个的大潮 好像你们就整个没有 真正站上这个中国电影的主舞台 然后就下一代了 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非常感谢我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 因为我说我经历的所有这一切 非常非常吻合我的价值观 这非常好 可能万幸没有所谓的到那个 主要的舞台上去 那么我想就是真正从事创作和艺术的 其实内心关注的都是个人 个体生命 要关怀那些弱者 要对那些强势进行质疑 这些东西我觉得 恰恰可能就容易在边缘里的 当然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一代人 从90年代开始拍电影 经历的所有这一切 从市场化之前到市场化之后 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自己 所出的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colonial 离开